那事实上中国在三千年前 对智力神经的分类就已经分好了 他们不叫智力神经 他们叫做营养 那所以我们智力神经分类 根据我们仔细的这个研讨的结果呢 就可以发现 它应该是可以分成八型 目前我们是还没有完全并论 不过通常好像有意见的人不多 那么智力神经的分类 这个中医 西医 它的分类几乎都完全可以一模一样 可是呢 它是讲的方法不一样 中医的阳几乎可以等于西医的交感 中医的阴几乎可以等于西医的副交感 那我们针对一般病人 我们就如果你讲这个医学名词 他们会听着这样 不是很有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说 这个叫顶第四行 叫顶天立地行 这个叫做拼命三揽 这个胃老先摔 失调终点气若有此行 这个松散敏感 这个紧绷败报行 紧绷超保和行 那第四行就是说交感过去感度很正常 第一行就是交感高负交感低 第三行就是两个都低 第五行更低 第七行就是到了个位数 通常正常的人都在第四行 就是刚刚好不高也不低 那么第一行的话就常常是这个 好像在职场上冲刺 或者当这个机关团体的领导人 大概都是第一行 一个高一个低 这个交感很高 负交还比较低 那么第三行就是打拼了很多年 那么第五行就常常会出现这个心肌梗塞 中风 三高 这个行就是糖尿病 高血压 这一类的病人 那么第七行我们通常都发现在癌症 尤其是癌末病人 或者做了化疗放疗 如果做了化疗放疗 病人觉得很这个 我们讲的Cancer Relative Fatigue 就是癌症疲惫症几步都落在这里 那么过敏的人通常都是在这边 那么可是过敏的时候也会引起这个警惚拜报型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在病人还没有测 我们心里就有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们大概就可以猜想到大方 所以现在忘恩问切 不一定要依赖仪器 可是仪器还是让我们可以跟病人之间 有一个很根本的这个沟通 跟定位 那么我们自立神经它分好几个项目 第一就是说自立神经活性 我们叫做SDNN 后面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自立神经总体活性 它就是代表一个跟人一个年龄有关 跟身体好不好 健康与否有关 比方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图像 图像来表示 就是说16岁的人 那个自立神经活性 如果你用篮球来表示的话 就差不多像篮球一样大 这个40岁像网球 这个78岁像弹珠 可是这个人58岁怎么他也像一个弹珠呢 因为抵抗尿病没有好好的控制 那么这个病人53岁 竟然变成一个小点 非常非常低 因为他已经老死 所以我们自立神经活性 整体活性跟这个年龄 或者跟健康情况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们发现这个人 由出生到死 自立神经是一条直线的 那有些人到了90岁了 测出来还跟30岁一样 有些人20岁可能就跟90岁一样 这个情形的理见不现了 非常弱 那这个是加护病房的病人 是荣种的一个报告 他发现这个心肌梗塞的病人 如果你测每天测他的HRV 自立神经整体活性 发现他的这个每天测起来 整体都走向 就是有渐渐好起来的话 病人几乎都可以到病房 转出加护病房到病房 如果是每天都往下降的话呢 这个病人大概十至八九都被倒胎 所以这个相当准确 这个是一个每天我们的研究报告 就是说这个追踪这个五年的 二十五年的存活力 自立神经高的人比较长命 病人比较短命 这个是心肌梗塞病人追踪四年 他把病人分成三组 一组就是自立神经好的 差的 中等的 比较差的 这个比较差的呢 那四年的存活力几乎都不到百分之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几 不到七十 那么如果自立神经很好的 就自立那个存活力就很高 这边我们是跟大家介绍几个 型的分配 这个叫病病三郎型 就是胶感高出胶感低 这个胶感应该是第五六的 它七百多 腹胶感应该七十三 它比较低 它的胶感跟腹胶感的比 在中医这个叫做 因为腹胶感已经低 这个虚伪活比较大 正常一个二点热的 它十二点多 这种人都很积极 很热心工艺 做事情很明快 动机很强 那么像这一种人 他的这个自立神经活性 两个都很平均 像这种人在职业上 他比较能够做主管 比方说这个对人 这个人际关系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司的大主管 这个是业务 如果一个人的自立神经活性 这个比例很低的话 做业务应该是不是很适合 这边介绍一个17岁的女生 她本身有过敏性 鼻炎 气喘 忧郁症 强迫症 她看起来皮肤没怎么样 可是呢 测起来 她的这个自立神经活性 应该30的这个年龄 只是她只有18 交感一个249的 她只有70 或者交感222的 她只有43岁 她是未老先衰型 那么大家看这一个 她的这个检测报告 就是她应该在这边的 结果她落到这里 那么这里呢 画一条线 她等于59岁 所以她的自立神经活性 你变老被打出来 就是她虽然17岁 可是她是等于59岁 等于老了42岁 那下面这一个病人呢 她是32岁 她一出生就忧郁性已复原 那我们跟她测出来呢 那就是等于95岁 那就是等于95岁 大家看这个 她的心疤她6月16号 到我们这边来看诊 那这个是9月1号 你看她经过两个半夜 治疗 整个就好起来了 就是皮肤非常的异味性 皮肤严重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她第一天来的 两个半夜后就全部好了 那么她的自立神经 这个异味性体肤严就全部全力了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用到一颗药 只吃了一瓶 我们提供她的油而已 我们每一个病人 几乎都会做这个 做这个IgE抗体的检测 看到有没有对任何东西过敏 这个病人是对满过敏 对猪肉羊肉过敏 还有黄豆 杏仁 这个酵油 她是不能够吃的 那么这个病人检测出来呢 我们就发现 她的自立神经 活性非常的低 正常她应该32岁的台湾人 男生她应该是26的 结果她只有6 胶感应该221 她只有4.39 附加感应该92的 她只有2.7 所以她是严重衰老 这个等于我们列入 弃弱油丝型 第七型的 你看她的自立神经活性 应该在这里 那个 自立活性 把自立神经活性到这里 就是由这个两个半夜就由6到14到27 正常是26 交感 交感 交感由4.39到23到158 复交感由2.7到20到106 那我们通常都是以复交感为标准 所以复交感已经超过正常了 这个叫两个半夜由气弱油丝型到顶天地地形 他由95岁呢 严重衰老变成年轻两岁三十岁 他本来是32岁 那么心跳呢由96变成正常 这个病人他是从小 就是异味心理肤炎 学校毕业以后呢 没有上过一天班 每天都在生病 可是他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 也交到女朋友 我们都很对他高兴 所以这个病人就是他由这个 他由这个32岁 我们测出来是95岁 可是呢 我们在两个半夜就把他拉到原来的轨迹 因为我们一般上讲说人正常 如果没有病 应该是可以活到120的 那么刚才这个病人就是他会车的时候呢 他是掉到这里 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下面这个病人是太高 我们把它降低 大家看这个14岁 异味性皮肤炎 有一点牙齿活格症 其实是一种ASD 就是泛制病症 冲冲一怒 很喜欢跟人打架 那个暴力傾向 那么这个病人你看他从小异味性皮肤炎 因而死期就到现在都没有改善 我们也是一样测他是蛮过敏的 还有蛋不能吃 有抗瓶 满豆 花生 额桃 这些好几样东西不能吃 那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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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